大家好,我是John 一想起台灣菜,首選的一定是杜曉月 因為我覺得多倫多不是很多台灣餐廳 但比較正宗的,這間真的是我的首選 我記得這間餐廳是去年11月開張的 我來吃了幾次 我在台北都有吃過 在香港的時代廣場都有吃過 它的味道,它的性格比香港好吃 但又不夠台北那間這麼好吃,這麼正宗的味道 之前我也有問過一個老闆 為什麼有這個杜曉月的名字呢 他就說以前那個紅時先祖是單字單綿 去賣就經過這個小月,所以叫做杜曉月 它裡面裝修設計,有於日本風格 它就不像台北那些桌椅是比較傳統 坐得都不舒服 這裡就坐得超舒服 但是兩人位就比較窄 我兩個人坐那些四座位就很舒服 我兩個人來每次都是吃這個雙人套餐的 因為很划算,CP值很高 如果你多人來吃都不要緊 它有四人套餐和六人套餐一樣這麼划算 還有其他餐和飲料菜單 我會放在最後的視頻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一個餐熱的就是這個蠻魚糯米飯 它就叫做燒蠻魚米糕 它的蠻魚是切得挺薄的 還有賣相都很好看 它下面是糯米飯 糯米飯裡面有櫻花蝦枝蝦米 有些肉碎,有個冬菇切片 醃得很入味 下面還有一個腫葉,但糯米飯的味道 它又不像我們一般的糯米飯的味道 它有一點點滷水的香味 但我本人覺得它甜一點 第二就是滷水豬腳 它的滷水豬腳是做得很好的 是沒有到沒有 還有沒有腳尖的東西 豬腳是滷得很入味 還有老得很軟 所以最好你就多點一碗白飯吃 因為你只是靜吃 你會比較重味 第三就是台灣三杯雞 我暫時在多倫多 最好吃的三杯雞就是這間 因為我在其他餐廳吃 三杯雞是比較黑的色水 但是這裡的色水很漂亮 但是它的味道是比其他更入味 更好吃 最重要的我是吃到它很特色的 裡面好像是紫薑來的 它是拿去炸過 是放在三杯雞裡的 平時我們吃的是那些片片的 比較厚的那些薑 還有我吃到最尾都不是熱的 第四的就是這個主角 就是這個淡仔麵 許常菊有少許蒜蓉 有隻老蛋 有隻蝦 下面就是福建麵 還有牙菜 還有最重要的是這個蝦湯 是全蝦湯 我吃到最後喝湯 都不感覺到熱的 就應該沒有味精 而且是很鮮甜的 吃之前記得先拌勻 然後再喝一口湯 然後再放上它 這個滷肉飯也是 吃之前一定要拌勻它才吃 它的味道就真的很特別 但是它沒有蛋的這個滷水肉 它的肉就比較粗了一點 但是它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吃到它很香的這個黃豆味 我是很喜歡黃豆味 到它這個黃金泡菜 它就上高有兩粒杞子 還有有少許芫荽的 它的黃金泡菜 就不像我們那些韓國泡菜的 它是不辣的 但是它就醃到剛剛好 很爽口 它的味道很好吃 還有它是有這些黃黃色 是很香的 應該是鹹蛋黃的味道 甜了一點 如果加些辣就更好吃了 最後的就是上個甜品 這個就是薑汁 蒲丁豆腐花 它就有這個紅豆 還有珍珠 跟這個豆腐花 就沒有什麼薑汁味 但是它就有少許蛋香味 它就不滑 但是它凍上吃下去很舒服 我最喜歡吃冷的 又不會太甜 所以又挺好 總數的賣單是五十幾元 還有你現金結帳有減十個百分 所以算起來這個套餐是很值的 給你單點單點這樣叫 是多十幾元的 然後大家有沒有留意 我今天換了一個麵 變成一個滷肉飯 你可以跟這個老闆 或是服務員說的 他是可以幫你換的 以下的就是其他的餐和圖片 還有飲料的菜單 讓大家參考一下 說真的 這裡這個套餐是很值得的 我很大吃 都吃不完 都要打包回去 還有打包盒都很精緻 雖然現在物價漲得這麼厲害 但是這間餐廳的菜單 去年到今年是沒有加價的 最重要的就是在這裡 服務超好 每次上菜都會很小聲 來告訴你是什麼菜 還有它是很熱情的 它真的可以拍得住 這個海底撈的服務員 好了 這個視頻就到這裡為止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 如果不想錯過我以後的新片 就麻煩給我的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及分享給你的朋友 Thank you 拜拜